Hello,大家好,我是狮子鱼,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鱼儿说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呢,这是一个以说话为主观点分享的节目 我姑且称它为一个非专业的类脱口秀节目吧 那么今天节目我们聊点什么呢 有些人拼尽一生,难道就为了证明一个道理说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吗? 真的要钱不要命吗? 或者他们会说,我现在没有钱,我就算健康,我还是活不下去 那我宁愿去工作,然后死掉 难道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吗? 让我更难过的一点呢,其实是下面一个视频的片段 我是超级难受看到这个片段 那就是这些民众开着车,准备去游行,去抗议 期待这个政府提前的开放,不要再居家隔离了 让他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但是有这个医护工作者,他们手无寸铁 但是戴着口罩,穿着这个防护服 然后呢,就以自己的肉体,肉身去站在这个马路上面 用自己的身体抵挡住他们这个游行示威抗议的这个车队 顺客上的车队人们是在这里的 我们的包装选择抗议 连动力活动 他们的包装选择抗议 他们的村子准备抗议 他们的照片 在街上传选择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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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车的车队人们 我真的我看了很难过 我真的很难受 因为他们是 我上一期也提到了 他们是我们的英雄 是烈士 很多你知道吗 在美国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很多已经退休的医生 护士都请愿说 我们愿意再重返工作岗位 因为确实医疗资源不足 无论是物资还是人力都不足 但他们已经退休了 他们还愿意为了拯救别人的生命 为了国家去奉献自己的余热 所以当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很讽刺 我甚至很愤怒 我就说那你想复工 那你好 你跟政府签一个生死状 你说假如你复工的话 你得了任何的病 不需要占用医疗资源 我就自己要能好就好了 要好不了 我就自负盈亏 我就我就死了 你无论是上天堂也好 下地狱也好 你不要占用社会资源 你有这个谱吗 你敢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如果真的复工了 你最后真的得病了 你不还是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你不是还是占用了医疗资源吗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医护工作者 就站在那里 他也不跟你去嚷 也不跟你去喊 他就站在那里 静静的用这种无声的抗议 来捍卫他们的认为的这个对的事情 另外一个我觉得蛮讽刺 或者蛮体现人性的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拉斯维加斯 他的这个赌场的老板 还是一个餐厅的老板 反正他是一个小老板 他就说 我觉得可以开放啊 而且我觉得这些员工 他们需要工作 我需要给他们钱发呀 但是他自己呢就躲在家里 安安心心的躺着 看电视 吹着空调 我觉得人家的命也是命吧 你不能因为你是一个所谓的资本家 你就这么去剥削人家吧 人家给你冒着生命危险 去帮助你运营你的生意 然后你自己在家躺着享受 然后你还觉得自己挺伟大的 给了他们一份工作 让他们继续有这个钱 来维持他们的生计 有一件事情呢 我还是想提一下 但是我这个视频的材料可能找不到了 那就是当时在美国这个已经整体的shut down 就是关闭经济以后 关闭整个的这个政府也好 或者是商铺的这个运营以后呢 有一个政府的官员 他已经退休了 是一个老拜拜老大爷 然后呢 他对这个媒体讲了一番话 他就说这个 我还是希望经济重启 经济复工的 然后他站在他已经退休 或者很大岁数的这个观点的这个角度上呢 他就说 我已经很大了 我愿意去复工 年轻人可以先不要复工 愿意用他自己的这个余热 来继续的为这个经济做贡献 然后不要让经济整个的这个摔退掉 我第一秒听的时候 我还觉得稍微有点感动 后来我就觉得不对了 这事 我说这个美国老大爷 您真是我大爷 啥意思呀 因为就是说 你是觉得自己还挺英勇的是吧 你去复工了 然后呢 你说我是为了这个经济的这个运转做贡献 你等一下 那你复工了你不是也有得新冠的这个可能性吗 那如果你得了的话 你不是也也是一样像我之前说的会占用到医疗资源吗 你怎么为经济做贡献了呢 我就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又不是钢铁人 你说你得不了这个 你也不能说我牵一生死状 我死了 我就 大家这个政府别救我 那肯定还是要救你的呀 所以你来出来复工 跟一个年轻人出来复工 没有本质的区别呀 然后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我就马上联想到了这个另外一个事件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了 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 日本的福岛核电站泄露的这个事件 而且这个最终这个事件呢 也被拍成了电影 福岛50死世是对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泄露事故后 东京电力公司针对80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撤离时 自愿或被要求留下来的50位 继续在核电厂内进行紧急维修作业者的称呼 就是有50或者可能多于50名的这个员工 他们也许真的有这个特别大的责任心跟奉献的精神 我觉得他们相比这美国老大爷才真的叫无私的奉献 有一种烈士的精神 或者有一种匠人的精神 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时这个爆炸已经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破坏力了 他们必须有人去手动的操作各个反应堆 用这个海水把这个反应堆的温度降低 来避免一个更大的爆炸危及到全世界 而他们手动的去 他们虽然穿着所谓的防护服戴着面罩 但是就是只是一个心理安慰 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了 我觉得这个才让我觉得对他们这个肃然起敬 我觉得人家真的就是真的是英雄 真的就是烈士 我们需要去景仰去崇拜 所以我特想跟这个美国老大爷说 要不您去看看这个电影得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我们倡导的一个 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到 但是真的他们这样的人真的还自愿的留下 就是为了保护更多的我们地球上的其他的人 跟生物生命 他们牺牲掉了自己 我现在想想我都是觉得特别的感激和感恩 特别的感动